跟大家報告一個消息 魯葉和我太太終於報了名 排隊登記 排隊了 去打新冠疫苗 今天就在家庭醫生 打了這裏的流感 因為我們這裏開始東京 有流感 所以我們打了流感的疫苗 然後順便醫生就跟我說 你比如登記了打新冠疫苗 我問他要等多久啊 不知道 原因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的診所 每個禮拜只收到一百劑 診所有很多病人 那裏有六七個醫生 他們每個小時 大約看四個病人 十五分鐘一個病人 有六個醫生 四乘六 二十四 他們工作八小時 一天百多個客人 一天 如果每個都打的話 就用完整個禮拜 整個禮拜的疫苗 那會不會 有些已經報了名 我知道有些病人已經報了名 所以我們等了 什麼時候都打? 不知道 打什麼呢? 一定是Astrosenica 因為我們這裏 只有兩種疫苗供應 一個就是Astrosenica 就在 Melbourne這裏 就是我們的科學研究院 科學院 就拿了牌自己做 有 另外一個就是Pfizer 但我知道Pfizer 沒有供應 即是說 不用想了 我們一定是打Astrosenica 他也說到 我們會因為打了Astrosenica Bud clock 那個血凝固 阻塞血管的機會很小 小過是被雷劈欺 大約是四分之一 我也不怕被雷劈欺 更加不用怕打Astrosenica 所以已經報了名 什麼時候打? 不知道 我打的時候就告訴大家 但記得打兩劑 第一劑不知道排什麼時候 第二劑還要等 所以 這個就是 叫做發達國家 香港朋友 你們身在福中不知福 希望你們好好珍惜